持续带你来关心 屏东名阳国际厂房大火 造成百人死伤 消防人员殉职 目前还有失联者尚未寻过 救灾进入第四天 屏东县政府也查出 名阳有三项重大违规 包含厂区申请 只能储存100公斤有机过氧化物 但实际上竟然超量了30倍 达到3000公斤 种类含瓜了三种 但是当消防人员抵达现场 却只提供其中的一种 尤其明明在当天傍晚的 5点17分就已经有外卫到 但是却等到5点31分才报案 也没有指派专员协助救灾 针对这三项违规 已经先开罚240万 有机过氧化物管制数量 是在100公斤以下 现场判断当天超过3000公斤以上 名阳国际厂房今天一爆 造成百人死伤 被查出公共危险物品 竟超过管制数量 30倍 它的储存仓库没有在独立的 专用的建筑物里面 厂区有机过氧化物高达3000公斤 又没依规定独立仓库存放 仅邻作业区 犹如把员工生命放在一起 有机过氧化物总共有三种 当天他们只提出来其中的一份 爆发火警 消防人员赶到厂房虽提供安全资料表 但上头有机过氧化物仅一种 事后查出厂内其实有三种 第一时间资料不明确 尤其早在当天傍晚5点17分 员工群组就说有异常怪味 三分钟后派到把烟冒出 却迟到31分才报案 到我们17点57分58分 入厂抢救的时候 工厂的管理权人 没有指派专人到现场协助救灾 公共危险的罪责 还有过失自私 一环接一环疏失 造成严重死伤 宪法240万 当初建物申请是一般厂房 有没有符合使用状态 也要一并查清楚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导